上帝之头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曹天元 在19世纪的后期,大家觉得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至真完美了其中的三大支柱 经典力学,经典热力学,经典电动力学,每个理论都非常优秀 而且之间说得通,因为光和热其实都是一种运动方式 而且大家发现我可以通过物理规律去推测世间万物的运行 比方说海王星是否存在,海王星的运行轨迹都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时候来看物理好像非常的完美,无需再修修补补了 但是到了1900年的时候,物理学的天空当中升起了两朵乌云 一个叫做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研究,另一个叫做黑体辐射实验的研究 前者激发了相对论的革命,而后者则开启了量子物理的大门 今天咱们就从黑体讲起 黑体是什么?黑体其实不存在,它是一个理想当中的模型 它可以吸收所有的辐射,但是不反射也不透射 科学家希望能够去研究黑体的温度,跟辐射的强度,跟频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但是出问题了,发现当低温短波的时候,它是符合维恩公式的 但是到了长波和高温的时候,却符合瑞丽金斯公式 而维恩公式跟瑞丽金斯公式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好多次的检验实验都没有办法去调和矛盾 怎么办? 这时候德国科学家普朗克站出来说,我们可以不通过实验的方式 走一个捷径,什么捷径呢?我们通过数学的方式把这两个公式套到一块 于是他推出了普朗克公式 普朗克公式非常的优秀,可以去解决很多的黑体辐射的问题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它的变量需要取正整数 这就出问题了 因为力是连贯的嘛 所以当我的力在1.5或者说1.25,3.1415926这种小数当中的时候 它都是可以去有力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取正整数呢,就是在这个点有,这个点有,这个点有 它中间都是真空的是没有力的,这是违反大家常识的 所以当时普朗克被大家认为呢,他仅仅推出了一个数学模型适用于黑体辐射 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实用意义 这实用意义到了五年后 爱因斯坦在研究光电效应的时候找出来了 当时在研究光电效应的时候呢,爱因斯坦发现 光在打到金属板上的时候 它的频率将决定是否可以打出电子 但是跟它的强度没有关系 什么叫做频率呢 就是比方说我举哑铃举了多少下 什么叫做强度呢,就是我一次举了多重 但是在面对一个重的哑铃的时候 我再怎么举,举多少下它都举不起来啊 所以强度应该比频率重要 但是在光电效应当中却是相反的 怎么去解释呢 爱因斯坦发现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 于是他引入了光量子的概念 成功地解决了光电效应 这时候大家发现 原来普朗克的量子假说有那么大的实用功效 但是请您注意啊 爱因斯坦这个时候把光看成了光粒子 也就是是一个一个的粒子 但是在历史当中 光的玻璃之争是没有定论的 像胡克、像托马斯洋都觉得光是一种波 而像牛顿、像爱因斯坦都觉得光是一个粒子 这之间的争论非常多 每个理论都有缺陷 但是谁都不能够说服谁 这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年轻人叫做德布罗伊 他说大家不要争了 光是具有玻璃二象性的 就是光其实是由光粒子组成的 但是光粒子的排布方式是波 你看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光的玻璃之争好像刚刚结束 但是另一边的玻璃之争又开始了 这次的玻璃之争发生在一个更小的维度 是在原子电子层面的 波尔在研究原子结构的时候 发现在原子核的外层这个电子会发生跃迁现象 什么叫做跃迁呢 就是电子会从第一层的轨道跳到第二层 第二层跳回到第一层 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 是直接的消失出现消失出现的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问题 但是有两个年轻人解决了 一个是他的徒弟叫做海森堡 另一个是远方的科学家 来自匈牙利的薛定谷 薛定谷是从一个薛定谷波动方程出发的 他觉得其实粒子也是一种波 而海森堡则从粒子的角度 他引入到了一个数学工具 叫做矩阵方程 但是电子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呢 这个争论又开始了 这时候又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波恩 波恩其实是海森堡的师傅 波恩他说 其实薛定谷说的波是一个概率波 也就是说他可能90%的粒子会囤积在这儿 10%的粒子会囤积在这儿 它是一个概率型 你看如果是一个概率的走向的话 就说的通了嘛 但是海森堡不依不饶 他继续回去看自己的矩阵模型 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点 巨大突破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矩阵方程不符合乘法交换率 乘法交换率大家都知道嘛 1乘2等于2乘1 3乘5等于5乘3 但是他的A乘B不等于B乘A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位置一个是动量 当我们观测它的顺序发生改变 先观测哪一个的时候 它的结果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当我先监测它的位置的时候 我测不准它的速度 当我测它的速度的时候 测不准它的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海森堡想通了 原来因为粒子非常的小 我在观测的时候会干扰到它 什么叫观测 就是一个光的粒子打到它的身上 然后反射回我的眼睛当中 这个叫观测 但是由于那个粒子太小 光粒子会打中它 它会变的 所以一定是测不准 粒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概率波也就是说 我们不断地在研究什么是粒子 后来波恩他说它是一个概率 那我们再看什么是粒子 然后海森堡他又说 它是不确定性的 这时候呢 就可以告诉大家 量子物理的两个特点了 一个叫做不确定性 一个叫做测不准 又是不确定性 又是概率 爱因斯坦非常的不了解 他就说 上帝难道是在制骰子吗 我们研究的是规律 不是研究概率 但是这时候波尔就反问 他说爱因斯坦 你难道可以规定 上帝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上帝有可能 真的是在制骰子 但是你不知道而已 这时候薛定谔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实验 去反攻这种不确定性 他说薛定谔的猫 这个实验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小猫咪 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这个盒子呢 连通着一个原子 如果那个原子衰变的话 就会激发一个毒气装置 那个猫就死了 如果说它不衰变的话 猫就不死 在你打开这个盒子之前 薛定谔说 那这个猫是又死又活吗 当然不是 它应该是死或者活 不是一个叠加态 但是哥本哈根学派呢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 海森堡那一派却说 确实这猫就是一个叠加状态 但是当你在观测的时候 这个叠加状态会坍缩 它变成要不是死 要不就是活 你看这好像是一个诡辩 但是正是这种诡辩 刺激了现在的技术发展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到的量子通讯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到的量子纠缠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到的平行时空 都是跟这种不确定性是有关系的 包括宇宙大爆炸一开始 那能量来自于什么地方 也是跟海森堡提到的 不确定性是有关系的 所以量子力学确实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像波尔也提到 当你在看量子力学的时候 如果你不发火 说明你没有看懂量子力学 但是量子力学的实际应用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量子力学是怎么发展的 它到底在之后会怎么去引导我们 这本书可以给您一些启示 那是在这种设计的 我可以评论是怎么发展的